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MIRROR演唱會舉行得如火如途 我高登仔當然不會放過為大家分享 今次演唱會的所有事情 除了高登仔最近的團隊 今個星期大家都覺得有些改變 我們除了在內容方面 加強和大家分享MIRROR的資訊之外 還有我們都加強短片的分享 除此之外,我們每晚8點也會定時 出一個比較詳細的分析內容 今天這段影片會講到MIRROR演唱會的一些 舉行了今天應該是第三天 因為我出片期間應該快要舉行第三場 第二場究竟有什麼日事發生過呢? 綜合大家留意一下我講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請大家去我的主頻道和牛肥頻道 點擊留言址 有廣告看廣告 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20元一個月非常划算 有獨家畫面看 第一件事要說的是 演唱會昨天晚上 姜濤對於這個舞蹈員非常感恩 希望大家MIRROR的粉絲 可以起身為這個舞蹈員的鼓掌 眾所周知之前可能因為紅館的場地安排 所以引致很多舞蹈員受傷 亦有很多舞蹈員引起不滿 在她的IG上 紛紛留言表示不滿 希望有關當局應該要改善 所以之前有一個小風波 其實之前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已經有DANCER說不滿 對於我的場地安排 之後經歷過兩晚 第一晚我場地的升降台非常不穩 雙計有幾個 跌倒 滑倒 有粉絲拍到MIRROR橋 好像下陷的跡象 相當危險 我自己高登仔都出城 有關方面 快點改善安全環境 所以因為這些種種 姜濤說 今天辛苦了 大家一起順利便平平安安 希望平平安安 也希望大家在名謝DANCER的時候 站起來為他們鼓掌拍獎 非常好 姜濤在自己演唱會期間 也希望大家對MIRROR的DANCER 也有一份尊重 也有一份敬意 希望起身拍獎 有些薑糖 薑粉和薑粉的感受 其實昨晚還有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就是AK AK AK 有機會發生同樣的意外 更加差速的機會 險生危險 AK 差點跌下台 但FANKY 真的跌下台 我告訴大家 昨晚的情況 非常危險 昨晚的情況 我告訴大家 真的很危險 FANKY 昨晚跌下台 但是 關不關 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 可能會被插錯腳 要小心一點 始終兩者都有責任 其實FANKY 不是在表演中 她在TALK SHOW環節 不小心插錯腳 差不多一米跌下來 幸好 沒事 幸好她年輕 我會想起 當時 跌下台 跌到重傷 死了 大家真的要小心 FANKY 也拆傷了少許手臂 幸好 都 複大尾彈 OK 沒事 沒事 但除此之外 其實還有 幾件事 例如 教主 教主表演的時候 當時 向後90度直訓 機會跌下台 就 尖叫 原來 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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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唱KING KONG的時候 有20米的舞蹈員 同賽 出場 演唱會 演唱會 也有煙火效果 唱完之後 地上的後台 機關門打開 等我思考一下 後機關門 教主 教主 來一朝90度直訓 再到現身 除了她的外套 以Deep Me延伸 大跳 Mr.Stringer 演唱會 全場 粉絲 很害怕 真的要做足 安全 做師 教主 要小心一點 你不怕 我怕 你知道 現在 真的 很不行 如果你們有什麼傷 還有十場 十場 去看 所以 還有很多不同的瑣碎事 雖然舉行了兩晚 還有一件事 就是 Jer 和Stanley 他們 在上台 鬥唱 妖哥 話說 他們 由MIRROR演唱會 12字 吊威也 重天異降 當然 以白馬王子 鹵 營爆登場 他們 先後 唱了三首 團歌 接著 Jer 劉應平 在鋼琴伴舞之下 改篇歌 黑夜不再來 大蘇唱功 李俊傑 也接觸出 唱一半 又妖美 Fanky 就 穿白色西裝 玩 白色西裝的玩味 等等 還有Stanley 報章 各自solo之後 四妖登台 合唱 抗引一機 不得了 抗引一機 也是非常之好 厲害了 之後 還有MIRROR 姜濤登場 唱出作品的說話 也有20個 門舞 一起唱 煙花爆破效果 氣勢 非常足夠 其實昨晚 MIRROR演唱會 都相當好 還有姜濤 還有姜濤和Fanky 表演到中途很感觸 第一場 姜濤 唱一首歌 那時候 有一點感觸 其實我昨晚也有說到 可能 我自己感覺到 覺得它是 自己走到今時今日 可以去紅館 開過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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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小時候 有一個肥仔 努力 想做明星 減肥 終於 到今時今日 參加了 《全民造星》 四年之後 終於 可以開紅館 演唱會 我覺得 都相當開心 在於 姜濤來說 所以他可能 在頭場 頭場 更加好看 在頭場 一路表演 一路感激落淚 緊煙 報道說緊煙 雖然我都很近 但是 太遠 看不到他 已經流出眼淚 不過我覺得 還是有點緊煙 我想這件事 我都想 藉在這裏 鼓勵姜濤 要努力 要加油 因為你們的路 漫漫長路 還有一段時間去做 所以 一定要加油 另外一個 自己比較 有一個 有一個 深刻的位 就是 Fanky Fanky 他不說也不知道 因為我 比較有留意 他在做IT9的時候 做IT9的角色 我覺得他做得相當之好 做得相當之好 那裏 我就開始留意Fanky 想不到 原來 Fanky 他也是因為 這個 好像 沒有事 做 在MIRROR12之後 比較 被人輕視 經常都好像隱形人 他說了一些 感動的說話 感到全場的鏡份 都很感動 現在 在網上留言 我們之後 要多點關注 Fanky 讓他 可以多一點 工作 做 多一點 的 工作 令Fanky 不要太不開心 覺得好像做隱形人 一樣 除此之外 其實還有一些周邊的說話 關於姜濤 就是 第一場演唱會 完畢之後 這個 concert 就有一個完整的歌曲名單 就馬上 拋收了 有 姜濤 就表示 為什麼姜濤 只有一首solo 覺得分配 很不公平 而Ian的粉絲 也覺得不滿 因為Ian 只有兩首 姜濤 不是 姜濤 的粉絲就更生氣 對嗎 同時 也有 粉絲認為整個演唱會的歌詞 過分 集聯 全部張發 有點失望 我自己 覺得 那些都不是亂 因為MIRROR12指 各有特色 有時候 他 要分配12指 去唱歌 究竟 是不是每人 真的要平均分一首 或者兩首 或者三首 呢 我相信 就相當之 不容易做得到 但是 其實 我又 反過來 想回自己 我們 看演唱會 都是彈球 開心 支持自己的粉絲 自己的粉絲 和公司 都合好了 表演程序 我們 又 可以說些什麼呢 所以 我自己 覺得 可以再了解一下 之後 會有些改動 畢竟還有十場 記錄 今天 就是第三場 還有九場 我們看看 儘管有沒有改善 在高等體 再看的時候 再以一身的感覺 看看有沒有改善 再跟大家報道 好嗎 今天這段影片 暫時是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收看